临到卖场购物的时候有注意过隐藏密码吗 有网友发文爆料说日记人到全联买湿纸巾特价85元 但是结账的时候发现是110元 跟店员反应 店员却说特价档期早在12月3号就结束了 还指出黄色标价卡上条码旁边写着F1203 代表12月3号就是特价日的最后一天 让网友直说档期都已经结束这么久了 还放着特价的商标实在很夸张 对此业者表示这组号码并不是特价档期 纯属员工内部的辨识码 造成消费者困扰会再改进 到卖场买东西民众通常拿了旧结账 不过日前有名女网友到群里买失职金时 意外发现标价卡上条码的旁边 这一串数字符号F1203似乎是隐藏的优惠日期 也意外引发网友讨论 不晓得可能他们的过号会是什么吧 因为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这个号码 不少民众对于这组号码看了补萨撒 不过这位女网友还原购买过程 说当天他看到架上有失职金特价85元 但去结账时才发现是110元 他拍了架上的标价卡给店员看 店员说特价档期早在12月3号就结束了 还指出黄色标价卡上条码旁边 写着F1203代表12月3号就是特价日的最后一天 店员当下还回复 通常客人会直接接受新价格 这让他气炸了 直呼档期都结束这么久了 还放着特价的商标实在太夸张 有网友留言说没注意过这组号码 也有人痛批标示档期的方式又够瞎 事后全联回应部分门市商品会因为促销价格有变动 偶尔会发生漏换价卡的情形 造成消费者不变很抱歉会再改善 至于其他卖场像是加勒福则表示 不会标示特价档期 但如果有标示价差会自行吸收 美联社则会标示优惠档期 如果有标错价差也会自行吸收 只是民众在结账时才发现价格有落差 难免心中不是滋味 记者送不到